因为郑凯的不约生灵奇境成为了下个演员置身在舆论的风波中 但不可否认这个综艺是个挺正能量的节目 它的诞生不仅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躲在背后的功臣生演 也让演员继演技后又多了一项被考究的项目 对此多数人支持少数人疑惑 是不是对演员太苛刻了 实际上对于当下的很多年轻艺人来说 演技配音兼备的评判标准的确是有些苛刻 但对于过去那些个老戏骨 即便用不上这也属于必备技能 用李雪剑老师的话来说 精准传神的声音往往对角色的塑造起着升华的作品 反之是对表演的一种伤害 而每个角色最适合的 生演 莫过于他形象上的塑造者 于是 17年前冯小刚在拍摄《大腕》 那段长达1分24秒的《独白》时 立下了一张纸 立分半以内 一个人扛着摄影机 立条下来 绝不分切 最终他前前后后试用了多达20个演员后 才定下了受过10年台词训练的李成炉 去塑造那个出厂不过几分钟的房地产商人 说来 李成炉塑造这个角色 也算是本色出演 要知道演艺圈跨界经商的人从来不少 但像他曾经那么成功的却不多 早在80年代初 看到商机的李成炉就 下海 成为了一名服装商人 得益于他精准的眼光以及超前的品位 没几年他就成为了日入斗金的大富豪 而这绝对不是夸张 要知道在彼时 李成炉的特别特 一条龙服装商场 每天最高能带来50W的盈利 而这导致了他不仅给小费给的特大方 每次都是一抽100 还是美金 同时也让他想招个设计师 都必须得举办个海选 没办法公司效益太好 导致想给他打工的人太多 然而钱赚得太容易 导致李成炉并没有什么危机意识 更没有分散投资 于是当一个决策失误后 他亏得血本无归 而妻子也在庞大的债务 以及两人不断的摩擦中 离开他选择了 轻松的生活 多年后 李成炉在想起这段往事 感慨多于怨恨 也理解前妻的选择 但他却是后悔了 后悔曾经为了利益沉浮伤害 耽误了表演梦 更是直言不懂彼时的自己为什么那么傻 明明演戏是一件那么痛快的事 然而多年来 演绎事业不温不火的李成炉为了让生活无忧 一转身还是投资了点小生意 直到他的儿子李大海长大成人 孩子成父也学了表演 进修了导演后 他对于身外物的追求才真正开始淡了 如今 李成炉不再年轻 但对于 戏 却依旧充满热情 而据悉现在的他不仅是演员 还用一部 大导归来 完成了导演编剧演员的合体 就是不知 升级 了的他 屏幕前的你可还喜欢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